高雄榮民總醫院麻醉部衛教影片 由於手術過程可能引起病人疼痛、不適 施行麻醉可以讓病人免於痛苦 以順利完成手術 因此,從術前的麻醉評估 手術週期的監測、麻醉後照護等 麻醉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接下來的影片向大家介紹麻醉在各階段的任務 麻醉味覺門診介紹 高雄榮總麻醉部設立有麻醉味覺門診 提供給病人舒適的環境 來完成麻醉評估及同意書填寫 味覺門診設置有等候區、櫃台及枕間區 病人至櫃台報道後會先填寫病患自我評估表 評估表裡有麻醉安全相關問題 可以讓麻醉醫師快速了解病人的狀況 填寫完成後,病人依序致診間內 麻醉醫師會仔細評估病人狀況 與病人討論麻醉方式、解釋麻醉風險 及是否需要額外止痛裝置等 手術麻醉安全、病人的配合也是關鍵之一 以下幾點請務必配合 1. 手術前原則上需空負8小時 讓胃部食物排空來降低吸入性肺炎風險 小檳榔、口香糖、含糖果也都不可以 2. 但是手術當天一大早 特定藥物還是要持續服用 例如,部分高血壓藥、抗心率不整、甲狀腺、抗癫痫、重症肌無力等藥物 這些藥物持續服用 可維持身體中藥物濃度恆定 3. 另外活動式甲牙可能導致呼吸道阻塞 指甲油、口紅可能讓血氧濃度不準確 這些皆務必事先移除 目前的麻醉方式有全身麻醉、靜脈麻醉、半身麻醉及周邊神經阻斷術 各是用在不同的情況 以下影片將有詳細介紹 病人進入手術房間 麻醉護理人員會先核對麻醉同意書 與病人身份確認正確後 進行麻醉準備 包含裝測心電圖、血氧濃度、血壓帶等 全身麻醉主要適用於上半身、長時間或兒科手術 麻醉時有點滴注射麻醉藥物讓病人失去知覺 然後放置氣管內管或喉罩 接著用呼吸器幫助病人呼吸 同時給予麻醉藥物來維持樹中麻醉深度 手術過程中 病人失去意識、不會感覺疼痛 手術結束時 麻醉藥物停止使用 病人逐漸清醒或是呼吸功能恢復 呼吸管入便會拔除 麻醉後 有時會因為擦氣管內管導致暫時性的喉嚨不適、沙啞 或在年輕女性較常出現術後噓心嘔吐 以上症狀可當下使用藥物治療或隨時間慢慢緩解 靜脈麻醉類似全身麻醉 目前主要用於胃鏡、大腸鏡檢查及部分婦科手術 病人在手術過程像睡覺一樣維持自己的呼吸 不像全身麻醉 需要用呼吸器經由氣管內管或喉罩來控制呼吸 半身麻醉適用於剖腹生產、下半身手術、碎食手術等 施打時需配合維持側、雙膝彎曲僅靠腹部 背部成弓形像主手的蝦子一樣 經過定位與消毒後 麻醉醫師會用一根很細的針 穿過皮膚、肌肉後到達腦肌髓腔中 並將局部麻醉劑注入 以達到下半身神經阻斷的目的 在半身麻醉下病人可維持清醒 旁邊有麻醉護理師照護 任何不適皆可及時反應 半身麻醉的麻醉效果 約持續1至4小時逐漸恢復 在術後下床移動時請務必小心 周邊神經從阻斷術 這項區域麻醉方式主要用於四肢手術 用針把局部麻醉藥加到神經附近 以達到患之的感覺運動功能皆暫時麻痺 病人意識清醒 較少造成全身性的影響 本部目前採用超音波導引方式進行 大幅提升阻斷術的效果和安全 所有手術麻醉都會有風險 包含心血管部分 像中風、心肌梗塞、心律不整、肺部 像肺栓塞、吸入性肺炎、氣喘發作等 以及肝腎功能影響等 風險的高低會因病患本身病況及術室不一樣 而有所不同 美國麻醉醫學會以病患疾病狀況 將麻醉風險分成6級 第一級到第四級 死亡率約0.1%到20% 身體越健康 疾病控制越穩定者 風險越低 即便是吸煙、肥胖、長期酗酒 都會增加手術麻醉風險 在專業的麻醉醫護團隊照護下 若發生麻醉相關病發症時 盡快適當的處理 將傷害降到最低 手術結束後 病人會送到恢復室觀察 在恢復過程中可能會有疼痛、噁心嘔吐、發抖等問題 醫護人員都會給予妥善的處理 大部分病人在恢復室觀察1到2小時之後 可回病房或返家休養 返家的病人在離開恢復室時 必須有一位成年人陪同返家 病人麻醉後24小時內 建議不要開車、騎車 手術後疼痛 對病人的全身器官、免疫力、睡眠品質都會造成影響 所以良好的術後止痛很重要 除了健保給付的止痛藥物之外 本部亦有提供其他自費的止痛方式 供病人做選擇 自費疼痛控制項目 1.病人自控式止痛裝置PCA 2.周邊神經阻斷術 3.長效型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 麻醉的目的在消除病患的緊張、焦慮與疼痛 讓手術能夠順利地完成 如同所有的醫療行為 麻醉也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在專業的麻醉醫護團隊的照顧與監控之下 會盡量降低這些風險 當有病發症發生的時候 也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以上是高雄龍種麻醉部製作的衛教影片 相信大家對麻醉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還有其他不清楚的地方 在我們的衛教門診裡 有專業的麻醉科醫師 會為大家做進一步的解釋與說明 預祝各位健康、平安 為大家做進一步的解釋